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双十一来抢8888元大红包 点击简介链接直达红包会场 近日,26岁日本ZOC女团偶像福田花英被爆出与制片人杜边纯之界恋情 据了解,男方比女偶像大了11岁,自己还有家庭,属于婚内出轨 据日媒周刊文春透露,福田花英与杜边纯之界目前处于半童聚的状态 最近,南方过生日时,二人携手在京都各大景点同游 两人在大街上毫无顾忌,又是拍照又是戴情侣帽 更是在人多地方拥抱,举止非常亲密 据悉,福田花英和杜边纯之界还入住清水寺附近的旅馆 入住一晚最少要10万日币,约人民币6000元 更高级的房间要100万日元,约人民币14000元 是京都顶尖的五星级旅馆 福田花英对这件事做出了回应印证了恋情的真实性 她表示非常抱歉,并且将会反省自己的行为举止 杜边纯之界也坦承了这段恋情,承认了自己的已婚身份 但她还特别说明自己与妻子早已分居两地,正在协议离婚 但这样无法改变她婚内出轨的事实,粉丝纷纷表示无法理解 并抱怨到女方的偶像团体ZOC解散算了 福田花英是日本一个小有名气的偶像,身材娇小眉目秀丽 唱功也非常不错,曾是早安家族的成员之一 她在今年加入了ZOC女子偶像团体 ZOC是由大森静子组建并亲自担任核心成员的女子偶像组合 于2019年地下出道,2021年签约AVIX宣布正式出道 ZOC虽然说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在日本还是比较受欢迎 在2020年进入了日本全国最受欢迎女团排行榜中 时代女性最爱Top10第九位 也出了几首热门歌曲 但这个女团的成员们却有些叛逆 前不久还爆出了霸凌事件 大森镜子霸凌福田花英的录音流出 引起网友的不适合反感 作为女团偶像 杰森字号本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 实际却让人大跌眼镜 这次福田花英的不伦恋爆出 更加让这个女团的发展陷入了未知数 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